大家早上好 加拿大多伦多五星泳池王东现在为大家分享一下日常维护泳池的常识 首先我们看一下泳池需要动造的一些工具 地上的这个方口我们叫Schemer Schemer吸水口 水是通过这里吸到水泵的 然后整个循环过滤加热之后再回到泳池 Schemer里有一个篮子 Schemer Bosket是过滤树叶用的 这个要经常每周尽量要把它拿出来倒一下 现在最常用的药物 大家在任何的泳池商店都可以买得到 也可以在Costco买 这个东西叫Shock S-H-O-C-K 就是类似我们的漂白剂 它是最基本的水的清洁剂 Shock 还有 这也是Costco买的 Costco买的是最经济的 这个叫Clorine Path 它是一个饼状的 饼状的氯 它会慢慢的在水里溶解 然后来维持水里永远有一点清洁剂的经济 通常我们可以把Clorine Path 打开两颗打开这个塑料 放在Costco买的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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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Costco买的氯 就永远会有一些清洁剂 那么我们清洁的时候会用到几样工具 最主要的三样东西 第一个Vacuum Hose 就是像我们吸尘器的管道一样 Vacuum Hose 这个每家都会有的东西 每家都必须用到的 Vacuum Head 这就是叫吸头 它底下有刷子 然后连接在管道上一边刷的同时 会把水通过这个管子吸到过滤器去 然后Pow就是这根柜 那现在如何来使用Vacuum Hose 首先所有的Vacuum Head都是一样的 这里管子和它连接上 有两个卡子会锁上 然后Vacuum Hose 有一头是连接Vacuum Head 另外一头 我们会把它放在Skimmer的吸水口 这两个头有什么不一样 只有一个头是可以旋转的 可以旋转的头我们连接在Vacuum Head 这个头不可以旋转 不可以旋转的我们连接Skimmer 好吧 可以旋转的头这样呢 我们吸水的时候它是灵活可以动的 好 连接上之后 我们把管子和Vacuum Head 伸到水里 这个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一定要把这条管子灌满水 一定要把管子灌满水 怎么样灌满水 一点一点的把它伸到水里去 如果这条管子里有空气的话 那水泵是吸不了空气的 OK好 现在管子里已经灌满水了 那么 像这样如果清澈的水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把管子直接插到这个底下的吸水口就可以了 如果里面树叶非常多 那我们还有一件东西叫一个Vacuum Plate 一个圆盘中间有一个孔帘在这 这个时候我们要把Skimmer Basket放下去 再把Vacuum Plate放在上面 所以这个篮子还依然可以拦截树叶 那现在我们这个泳池是没有树叶的 我们直接把管子插到地下眼里 好了 现在吸上了以后 那么就是水泵通过这条栏管子 来一直到达了那里来吸水 吸水口就跑到了那里 而且是通过这条管 这条柜你可以自己控制的 那么好 比如说现在地下这里有点脏 那我们拿管子控制它 我们就把这些脏的东西吸进了 刚才我们讲过的那个Sand Filter 通过大圆球过滤之后 回来的就是干净的水了 通常要慢一点 这个如果你做的太快的 会把底下的脏东西又搅起来 飞扬就不好了 慢慢的一条一条的吸一看 吸过的地方呢 就明显比旁边 像有一个树叶 我们可以稍微抬起来一点点 把它扣住 吸走了 吸走了 树叶我们也把它吸走了 树叶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有大的固体 千万不要这样吸 有可能会堵塞你的管道 是吧 一定要装上Vacuum Plate 好 就这样一点一点一点 把整个泳池吸一遍之后呢 吸完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这里 一般可以直接拔出来的 如果吸力特别大 可能要关掉水泵才能拔出来 假设我们现在吸完了 我们并没有提防 但是我们现在再把这个再放回来 然后我们每周呢会加 像这样Size的泳池 我们建议每周加两包Shout Shout和Glorine Path的含量基本上是一样 都是清洁剂剂 但是它是非常快的 粉末 迅速就可以在水中溶解 我可以直接倒在这里 这样通过一个整个水路的循环之后 它就融化了 回到通过 就回到泳池里了 好 那么一个每周日常的一个 清洁和药物的添加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观看 现在我们把泳池里面 所有的脏东西我们都把它洗出去 那现在有一点呢 我们再看一下 正常泳池的水位应该在哪里 这是我们Skimmer的吸水孔 正常的水位 我们希望在这个方格的中间 现在的水位稍微高一点 只有在水位能够露出这个上沿的时候 表面的树叶才能够自动流到这个篮子里面 这样保持水面的整个清洁 如果水位过高 表面的树叶就不会流进这个篮子里 如果水位低于了这个方格的一半以下 那它随时水会供不上 水泵里就会断流 然后水泵就有可能会烧坏 所以最合适的水位 在Skimmer中间 偏上一点点可以的 但是不要低于中间线 当我们结束了整个泳池的一片Vacuum之后 这时候我们回到设备这里有一件事情需要做 我们现在可以关掉水泵 刚才通过那条篮管子吸进来的一些比较大的杂质 会通过这个水泵的篮子来来组结在这里 比较小的杂物都会存在这个Sand Builder里面 那么现在我们要做什么 打开这个水泵的 然后我们把这里面的一些树叶 把它倒出来 然后再把水泵的篮子再放回来 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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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首先我们从水的流向来讲 E 水泵 Punk 就是抽水的水泵 通过这根管子呢 从泳池的Skimmer把水抽过来 然后通过这条管子进入这个大圆球 这个大圆球 叫过滤器Filter 这里面是沙子 这是Sand Filter 过滤完之后干净的水通过这条管子 流进这个加热器 叫Heater 通过 我们这个煤器加热之后 干净 加热 然后 返回到泳池 泳池壁上的两个或者三个Return Jack 之后这样一个整个泳池的循环过滤加热 这是它的一个循环系统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and Filter 它是有怎么样控制 看一下这里 基本上所有的Sand Filter 都是由六个档位构成 大同小异 每个品牌不同 但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首先最常用的 99%的时间都是停在Filter 正常的过滤档位 是吧 99%是在Filter档 每一周 我们会 把它旋转180度 到Backwash 这个时候呢 Filter 沙子里面 所有的积累的 脏东西 全都可以通过这条管子把它洗出来 我们通常Backwash呢 三分钟到五分钟左右 这里有一个 透明的 小塞子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水的洁净程度 当这里干净以后 Backwash就是完成了 Backwash之后 就像我们洗衣服一样 洗完了以后 这上面里面还有一点脏 那么我们要瓢洗一下 跟我们洗衣机上的瓢洗是一个词 Rinse 通常我们Rinse 20到30秒 20到30秒 这时候把这里面剩下的一点点脏水 也通过这条管子排到泳池的外面 这样这个沙子的过滤器的每周的自我清洁 就是这样一个流程 那么其他的档位是做什么的 现在这还有一个re-circulate re-circulate呢 我们就是讲叫不通过沙子的循环 因为通过沙子的时候压力会比较大 有的时候如果尤其开池之后第一次开启水泵 有的时候水泵它的沙子会比较干 压力太大 那么我们不要通过沙子 直接让水泵来循环 这个时候它就bypass里面的沙子 什么不经过沙子 直接循环回泳池 比较容易开启设备第一次 还有closed啊 这是我们冬季用的啊 冬季放在closed 还有一个waste 这个waste是干什么 通常如果夏季连着下大雨 那我们比如说泳池的水位很高 那我们通过waste把这个多余的水 通过这条管子也是把它排到泳池外面去 或者如果这个泳池 它的水水变绿了 在经过我们shock之后 会有很多的沉淀在池底 这个时候我们要vacuum这个泳池 是吧 拿你的vacuum hose vacuum head 整个把泳池底吸一遍 这个时候我们希望把它的脏水 直接排出泳池之外 不要经过沙子过滤 再返回泳池 因为它那种太脏 滤不干净了 我们直接把它排出泳池之外 然后我们再回到最常用的状态 filter 每天我们建议水泵是24小时运转的 但是有些朋友我们想说 我们也不太用 那能不能开短一点 至少我们建议开12小时以上 每天至少开12个小时以上来经过过滤 这样这个泳池的水才能保持干净 好 现在这个这三件设备的讲解呢 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 这个filter 那现在我们把它 拧到backwash backwash 就会把里面所有刚才吸进来的脏物 都把它排出 泳池之外 这些backwash 就会跟我这条管子往外排出 每次水泵开启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才能把水吸上来 这个时候稍微有一点耐心 可能一分钟可能五分钟 要给水泵一点耐心 它需要慢慢慢慢把这些管子里的水排出 好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从通过这个 透明的盖 水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就是每次开启水泵 它都会有一个水 从少到多 慢慢慢慢充满这个水泵的过程 backwash的时候呢 水通过这个管子呢 有的泳池在建造的时候 就会把管子已经埋在地下 像现在这个的 它没有直接我们控制管子 转到车道上马路上 可以当水流出去就可以了 水里会有一些化学药物 但它并不至于会伤害草坪 所以不用太担心 只要它能正常流出去就可以了 backwash我们进行三到五分钟 三到五分钟之后 这里面的脏物应该就全都清理干净了 三五分钟之后 我们再把 filter从backwash 转到range range20秒 20秒之后 我们再次关闭水泵 就可以把水泵回到filter导备 然后这一周 就继续正常运行 那么一周的清洁维固就能完成了 谢谢大家观看 那么我们backwash三五分钟之后 关掉了水泵 现在我们把它调节到 range 这个时候我们再次开启水泵 每次的每次水泵开始转 都需要一点时间 咱们把水吸上来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等到 开始吸水之后再算是吧 吸20秒就差不多了 现在水上来了 这个时候依然 脏水是通过这条管子 排到泳池的外面的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小玻璃盖 看到里面的水是干净还是脏的 现在已经干净了 那么好 可以再次关闭水泵 每次调节filter的时候 都要关闭水泵 那我们现在结束了backwash和rins之后 我们又回到了 正常的filter档位 再次开启水泵 那么新的一周 就开始了